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千金 早年被赌王称赞 没到不得了 现在他的颜值却被其外甥女艳压 何超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跟外甥女何思恒的合影 从照片背景来看 两人应该是相约在香港太平山顶聚餐 留下了难得的合影留念 虽然两人插着辈分 但关系看着却很亲密融洽 琪琪对着镜头展露出微笑 不过不少网友都觉得 何思恒如今出落得更美了 大波浪卷发 相间微露 亲密地用手搂住何超新 展现出了自信大方的魅力 而何超新还是乖乖女的模样 身穿一身白色外套 里面似乎穿的也是小白短裙 当天他应该是素颜出镜 所以整张脸在镜头下看起来就略显寡淡 眉眼不如外甥女那般深邃有神 宛如一朵小白花 少了几分夺目的美 其实何超新曾有着最美千金的称号 他小时候的颜值可是超高的 1999年时 他出生于香港 是赌王何红燊78岁才得的幼女 而四太梁安琪生他时也已经39岁了 所以父母对这个小女儿都是格外宠爱的 小时候的何超新长得非常灵气动人 一双眼睛又黑又亮 甜甜的笑容瞬间让人融化 完全就是一个小甜妹 所以赌王曾当众夸他 美到不得了 而机智的何超新则说 弟弟太客气 家中个个都亮 小小年纪就如此会说话 果然是颇有大家千金的风范 经历了可爱的幼童时代 慢慢长大的何超新变得更加灵气逼人 脸型也变成了瓜子小脸 特别是他的眉眼有几分向大美人励志 于是就惹来不少猜测 许多人都觉得赌王如此宠爱何超新是因为爱而不得 毕竟据传他与励志曾有一段情缘 在何超新13岁时 他凭借素颜青春近照 获得了一众网友和媒体的称赞 当天他首次担任大梁 负责父亲出院一事 之后媒体就拍到何超新身穿黑色皮上衣 戴着墨镜出现 炎然心味十足 当他见到有记者上前拍照时 大叫记者不要拍 还说 不要拍 我没有化妆 即便是素颜的何超新 也备受称赞 媒体们还夸他很乖 有孝心 小时候的何超新除了颜值在线 在其他方面也表现优异 他有着不俗的音乐天赋 拉得一首小提琴 看看这拉琴时的模样真挺有气质的 而且他的运动细胞十分发达 多次参加田径比赛拿到奖牌 完全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代表人物 但进入青春期的何超新 却经历了一段长残的阶段 当时他陪哥哥参加过某综艺节目 当时在节目中他就是戴着牙套 最美千斤突然变成了牙套小妹 一时之间 许多人都觉得何超新是不是长残了 而且在出席活动时 身穿礼服的何超新显得比以前壮硕了 没有之前那种清冷迁徙的美感了 不过可能那会儿他正处于青春期 身体的成长发育会比较快速一些 后来再参加巴黎民怨舞会 何超新已经不戴牙套了 身穿薄纱里裙的他 看起来还是很端庄典雅的 而且当时还站在了合照C位上 要知道 这可是位列福布斯排名榜中的世界师大顶级社交晚会 仅仅只有2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民园贵族 能够受邀参加该舞会 而何超新成为了当时唯一受邀的中国区民园 何见其才貌 家世不俗 赢得了这一张尊贵的入场卷 近几年何超新的颜值相较小时候 总感觉少了几分灵气美 但比之前长残时期好了一些 有人说他现在和大房的女儿有些相似 能看出混血感 却不如以前灵气好看了 其实赌王的女儿很多 各有各的特点 家族中不乏美人配字 比如三房千金何超连 他被称为全球最美千金 他的五官长相更有立体感 骨相更加精致 脸形也小巧迷人 如经常混迹于娱乐圈和时尚圈 俨然就是一个明星 何超连比妹妹何超新更加有立体精致感 而且她长相有些香港圈美女阿娇 无论是五官轮廓 还是颜值气质 何超新与之相比都略须与丑 而另一位侄女何嘉晴 颜值上也艳牙小姨妈何超新 1993年出生的何嘉晴 是赌王大房女儿何超贤之女 是赌王家族的第三代成员 她在母亲的中仆血统上 又多了来自父亲的丹麦血统 因此少女时代的她就已经相当漂亮了 八张脸 大眼睛 高鼻梁 超过170公分的身高 还拥有一双长腿 仿佛天使一般的何嘉晴 也曾在2009年受邀参加巴黎民怨舞会 是赌王家族第一位参与这个舞会的千金 而按照年纪最小女生跳开场舞的惯例 她成为了当晚克里屋酒店的明星 而作为小姨妈的何超新与其相比 在颜值上没有何嘉晴的混血感强 她虽然也是混血儿 但五官给人的感觉更平 虽然颜值不似小时候有灵气 但何超新胜在双伤很高 她本来就是一个学霸 高中毕业时被麻省理工大学和剑桥大学同时录取 最终选择去了哥哥和佑军的母校麻省理工 还获得了建筑学和管理学两个学位 无论如何 何超新作为赌王的女儿 从小就备受宠爱与瞩目 除了颜值被人关注外 她的高智商也是其焦点之一 即使是被说长残了 也丝毫不会影响她豪门千金的人生轨迹 其实很早以来 赌王三房四房的女儿们就被逐一怀疑 可能是励志为赌王生下的孩子 也就是从何超云 何超延到何超新 都曾被传言过是励志所生 励志当年进入娱乐圈 可是被称为5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 不仅迷倒了大批观众 更将素来以风流著称的赌王 也迷得神魂颠倒 何鸿燊虽然家中已有几房太太 但是帅气多丁的她却依旧心思活络 1986年在一次舞会上 何鸿燊和冷艳高贵的励志 有了共舞一曲的机会 此后何鸿燊就对励志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甚至在慈善晚会上 赌王不惜花费30万 邀请励志共跳一支舞 此后两人经常出双入队 赌王对外宣称励志是自己的好友 这让梁安琪尤为恼怒 因为她与赌王也是阴舞结缘 励志的出现 显然是要抢走自己上位的机会 1983年 从广州到澳门打工的梁安琪 开办了一个舞蹈教室 而且很快打响了名气 很多名院父太都跟随梁安琪学习跳舞 这其中就有何鸿燊的三嫂丁玉珠 众所周知 赌王喜欢会跳舞的女人 所以梁安琪和励志差不多是先后脚与赌王相识 两人也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当时励志显然占据上风 据悉 赌王甚至大张旗鼓送给励志一栋价值两亿的豪宅 励志和赌王的绯闻越传越烈 励志已经庆声成为赌王最亲密的舞伴 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赌王来说 身边缺少的正是励志这样 既懂风情又性感美丽的女子 梁安琪和励志就外貌来说 显然励志是高过梁安琪一大劫 但是论手腕和心机程度 励志远远不如梁安琪 有励志这样漂亮的女明星在身边 二太太蓝琪一显然更不放心 当时励志和赌王的新闻真是多如烦心 甚至传出赌王有将励志金屋藏娇 很多港媒爆料 当年励志早已和赌王同居 这个消息宛如惊雷直接挑动了 二太太蓝琪一的敏感神经 让她不得不从中干预 赌王为了家宅安宁不得不放手励志 直到1989年 何鸿燊为梁安琪购置一套面积 超过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 此后梁安琪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私太太 赌王还对梁安琪宣称 她将会是自己最后一任太太 几年后 励志就退出娱乐圈 远走异国他乡 当时励志离开香港后 转往新加坡居住时 赌王还被拍到和励志同情的照片 此后 励志彻底从赌王生活中消失 但是关于她曾为赌王生下女儿的新闻 却不绝于耳 首先传得最为激烈的就是何超云 何超云是赌王三房的长女 2011年开始有消息曝光 她是励志和赌王的私生女 因为1989年从来没有传出怀孕消息 也没有被拍到怀孕照片的三太太陈婉珍 突然爆出生下三房长女何超云 而且当年香港那边 有专门追派赌王家新闻的八卦记者 对赌王家之事相当熟悉 也没有拍到任何陈婉珍怀孕的消息 但是当年何超云出生的时候 励志已经离开赌王和李连杰在一起 并且那几年一直在拍戏 等等没有空到怀孕生孩子 难道真的是百忙之中生了个孩子 她是赌王家族最宠爱的小公主 母亲精明能干 哥哥聪明绝顶 她更是年纪轻轻就手握多种资源和财产 然而这样一个传奇的她 其实也有着传奇的绅士 在她出生的这些年里 关于她绅士的看法多种多样 当然 这离不开赌王风流一世的功劳 近日 赌王何鸿燊和四太梁安琪 所生爱女何超新 顺利获得清华大学研究生学位 何超新从美国麻省理工毕业 获管理学和建筑学双学式学位之后 回国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 如此出身又如此聪明 让很多人大声称赞 何超新1999年6月12日生于香港 是澳门赌王何鸿燊78岁高颖时 和四太梁安琪所生 也是赌王最宠爱的小女儿 她极其聪明 8岁就精通中 英 法 日 四国语言 11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2岁时 赌王耗资千万 购买英国别墅和自己最心爱的 劳斯莱斯车赠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 何超新18岁时 母亲梁安琪出资10亿元 给何超新买了两栋别墅 锻炼她的经商能力 事实证明她很有经商头脑 将两栋别墅修整后出租 每年能拿几千万房租 而由于何超新长得不仅漂亮 还酷似励志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都怀疑她是赌王与励志所生 不过在赌王家族 被怀疑是励志孩子的人不在少数 励志当年进入娱乐圈 可是被称为5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 不仅迷倒了大批观众 更将素来以风流著称的赌王 也迷得神魂颠倒 虽然家中也有几房太太 但是帅气多金的何鸿燊 却依旧心思活络 1986年 在一次舞会上 何鸿燊和冷艳高贵的励志 有了共舞一曲的机会 此后何鸿燊就对励志 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在慈善晚会上 赌王甚至不惜花费30万 邀请励志共跳一支舞 此后两人经常出双入队 赌王对外宣称励志是自己的好友 这让梁安琪尤为恼怒 因为他与赌王也是鹦鹉结缘 励志的出现显然是要抢走自己上位的机会 1983年 从广州到澳门打工的梁安琪 开办了一个舞蹈教室 而且很快打响了名气 很多名院富泰都跟随梁安琪学习跳舞 这其中就有何鸿燊的三嫂丁玉珠 1986年丁玉珠举办舞会 特意将梁安琪找来 让他做何鸿燊舞会上的舞伴 因为自1981年 赌王长子何游光车祸去世后 赌王就宣布二太蓝琼英要去加拿大 替自己掌管生意 而后迅速迎娶了三太太陈婉珍 但三太太不会跳舞 为人也比较低调 众所周知 赌王喜欢会跳舞的女人 所以梁安琪和励志差不多是先后脚与赌王相识 两人也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但当时励志显然占据上风 据悉 赌王甚至大张旗鼓 送给励志一栋价值两亿的豪宅 随后 励志和赌王的绯闻越传越烈 励志也已经晋升成为赌王最亲密的舞伴 对于早已功成名就的赌王来说 身边缺少的正是励志这样既懂风情又性感美丽的女子 梁安琪和励志就外貌来说 显然是励志高过梁安琪一大姐 但是论手腕和心机程度 励志远远不如梁安琪 有励志这样漂亮的女明星在身边 二太太蓝琪英自然也不放心 当时励志和赌王的新闻真是多如烦心 甚至传出赌王有将励志金屋藏交 很多港媒爆料当年励志早已和赌王同居 这个消息宛如惊雷直接挑动了二太太蓝琪英的敏感神经 让她不得不从中干预 赌王为了家宅安宁不得不放开励志 直到1989年何鸿燊为梁安琪购置一套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 此后梁安琪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私太太 赌王还对梁安琪宣称她将会是自己最后一任太太 没过几年后励志就退出娱乐圈远走一国他乡 当时励志离开香港后转往新加坡居住时 赌王还被拍到和励志同行的照片 此后励志彻底从赌王生活中消失 但是关于她曾为赌王生下女儿的新闻却不绝于耳 首先传得对为激烈的就是何超云 何超云是赌王三房的长女 2011年开始有消息曝光她是励志和赌王的私生女 因为1989年从来没有传出怀孕消息 也没有被拍到怀孕照片的三太太陈婉珍 突然宣称生下三房长女何超云 而且当年香港那边有专门追拍赌王家新闻的 也很似励志当年 李连杰和励志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越来越大 被发现与何超云越长越像 她们都是圆脸 高调眼 眼睛大但是眼珠小 眼白部分偏多 更奇怪的是 虽然三房和四房关系 一直薄浅 但四太对何超云却很不错 还经常带着何超云去巴黎雪拼 很多港媒表示 因为赌王在众多子女中对何超云最为联系 何超云11岁时 赌王送给她一个价值千万的钻戒 18岁成年时 赌王更是送给她一栋商议豪宅 所以很会看眼色的梁安琪一直对何超云非常好 有什么酒会 舞会 重要场合 四太和赌王最喜欢带着何超云一同出席 但是 为何赌王会如此宠爱 当时已经算是被导入冷宫的三太太所生之女 也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 三太太最宠爱的是何超莲 赌王去世后 何超莲拿到了三房最多的财产 何超莲在三房那里的地位和影响度 远远超过何超云这个三房长女 但是当年何超云出生的时候 励志已经离开赌王 和李连杰在一起 并且那几年一直在拍戏 根本没有空档怀孕生孩子 难道真的是百忙之中生了个孩子 相信以香港狗仔队的能力 应该不会放过此类新闻 而何超莲其实也被传过 是励志的私生女 1991年出生的何超莲被称为赌王最漂亮的女儿 正是因为长得漂亮的缘故 很多人表示 长相平平的陈婉珍 怎么可能生下这么漂亮的女儿 不过何超莲在相貌上更像赌王多一些 而且她与双胞胎弟弟和尤其出生时也是备受关注 显然也不可能是励志的私生女 最近关于何超莲时励志女儿的新闻一直不断 主要还是因为何超莲越来越像励志的缘故 让有些人不免有这样的态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赌王对何超莲相当疼爱 当年己房争遗产时 四太就是带着年幼的何超新勇闯三太太大巫 将赌王接走 因为四太熟知赌王对何超新喜爱甚多 1999年何超新出生 是赌王何鸿燊78岁才得的幼女 而四太太梁安琪生她时也已经39岁了 所以父母对这个小女儿都是格外宠爱的 小时候的何超新长得非常灵气动人 一双眼睛又黑又亮 甜甜的笑容瞬间让人融化 完全就是一个小甜妹 所以赌王曾当众夸她美到不得了 而机智的何超新则说 爹爹太客气 家中个个都亮 小小年纪就如此会说话 果然是颇有大家监津的风范 不过却有很多人质疑 年纪这么大的赌王怎么经历体力还这么好 能让四太梁安琪生下孩子 何超新出生在6月 而立志嫁给李连杰时是同年的9月 当时李连杰在美国举行婚礼时 有人就发现立志幅不隆起 仿佛已经有孕在身 时隔几日李安打电话 邀请李连杰出演《卧虎藏龙》时 李连杰对李安表示 立志已经怀孕四个多月 所以自己不能离开左右 所以谢绝了邀请 立志怎么可能在 仅隔数个月后又生孩子又怀孕 所以何超新是立志之女一事 完全是空穴来风 看来 虽然立志和赌王秦深远浅 但是家中几个女儿 都与立志长相颇为相似 让人不禁想到 琼瑶阿姨那部秦深深雨蒙蒙 一平的老爹陆振华 最为喜欢的女儿是欣平 正是因为这个女儿 最像自己曾经的恋人 凑巧赌王的女儿们 也越长越像赌王曾经喜欢的人 大众向来对豪门之事甚为好奇 而且王精也曾说过 如果赌王家能拍成影视剧 绝对好看过任何一部宫斗宅斗剧 但不论如何 当初的争斗也好 暗藏心机也罢 随着赌王的离开 这段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剧集 也算是拉下了帷幕 赌王的子女们 也一个个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 而何超新也在追求 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年初 何超新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跟外甥女何思恒的合影 从照片背景来看 两人应该是相约在香港太平山顶聚餐 留下了难得的合影留念 虽然两人差着辈分 但关系看着却很亲密融洽 琪琪对着镜头展露出微笑 不少网友都觉得 何思恒如今出乐得更美了 大波浪卷发 相间微露 亲密地用手搂住何超新 展现出了自信大方的魅力 而何超新还是乖乖女的模样 身穿一件白色外套 里面似乎穿的也是小白短裙 当天她应该是送颜出镜 所以整张脸在镜头下看起来就略显寡淡 美眼不如外甥女那般深邃有神 宛如一朵小白花 少了几分夺目的美 而她的性格也正如她的容貌一样 轻心脱俗 与妈妈的野心不同 她更在意自己的生活 是否值得自己追求 不过说来也是恰好 她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 所以才能够随心所欲地 追求自己的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余记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